HELLO 大家好,歡迎你們收看國恆電訊YouTube頻道 今天是2017年11月17日 在這裡我們準備了一部最新款的 剛剛上個月推出的 Samsung在國內市場推出的 一部Samsung Galaxy Folder 2 這部Folder 2的Model number是G1650 有新款,肯定有舊款 舊款那部就是G1600 兩部機最主要在顏色配色方面 G1650這一代 即Folder 2 推出多兩款顏色 有黑色和紅色 兩部都是十分酷的 舊款只有金色 Folder 2同樣都有金色 其次第二點在外觀方面 是有點不一樣的 第三點在記憶卡方面 G1600 即上一代 即2016年那款 記憶卡只能擴充最多128GB 而這部Folder 2 G1650 可以擴充到256GB的記憶卡 我們先開箱看看 這什麼配件 這個電話就在這裡 待會再介紹電話 是可以換電的 電池是1950毫安倍次的電池 電池來的 充電的位置 即是Micro USB 一條電線 還有一個Samsung 的伏牛 5伏1A 這部Folder 2 這個Folder 2 增機就是這樣 首先我們看看外觀 正前 正上方 這個蓋 是一個另面設計的 所以你會見到 出廠的時候 它有一塊防花貼 保護著它 上面有一個Samsung Logo 突顯Samsung的品牌 旁邊是音量 這個充電位 又是充電 又是Earphone的接駁位 背部同樣是有Samsung Logo 古銅色 後置這個鏡頭位 這個模組 是一個對稱式的設計 左邊是LED Flash 右邊是Speaker 後置了800萬的後置鏡頭 同樣用上大光圈 我們打開蓋 看看 會發光的Keypad 即是有背光的Keypad 由於國內行貨版的Folder 2 是沒有預裝Google Surface 經過國人電訊購買 我們也是免費幫大家 安裝Google Surface 另外這部機器 這塊螢幕 是配置了Touch的功能 這個是返回鍵 內置了速成 這個是英文 如果你手寫的也是可以的 那全屏手寫 這個是全屏手寫 有半屏 有半屏 有筆畫的 這個是速成 Google Pay 都是正常可以下載的 我們試過下載 這三個 Facebook、Whatsapp、WeChat 在第二代的G1650 在Keypad設計方面 會比第一代 這個位置多了幾個法治件 這裡有個商卡 這裡有個啟動相機 這個是SMS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社交apps 用在社交apps 即是這三個 首先你要做一個setting 先按 保存 OK 那保存 你只要把 你想 快點 啟動的apps 你添加 在這裡 我已經把這三個 加進來 如果你想D4 按這個按鈕 是出Whatsapp的 那把那個 打開就行了 OK 我們已經取消了 Whatsapp的 我已經取消了 只要按一下 它就會出Whatsapp 如果你想轉 改變 的話 保存它 然後你便按Facebook 我出來了 按一下這個按鈕 就是彈Facebook OK 這個是空鍵 這個是多工 我們再看看它的設定 這個電話 出廠是預載了 Android 6.0 在我硬件的規格方面 配置了2GB RAM 加16GB RAM 另外可以再加記憶卡 支援256GB 對了 講到我的卡槽 這部機 同樣是獨立三卡槽設計 這裡有兩個位置 是給你插兩張 Nano SIM 這裡是再插一張 記憶卡 是獨立的 三張卡 同時擺三張卡 前置有上方的電腦 500萬的前置鏡頭 同樣都是大光圈F1.9 好 當你想要打電話的時候 即是按Call 你不用按一下這個按鈕 不需要的 直接在Keypad上面按 像個人電訊電話 是9 7 9 6 4 3 2 8 就可以了 如果打錯按錯按鍵 按C 即是 Cancel 或者按HOLD 就可以清掉了 這個是打電話 這個按鍵除了是 Cancel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代替這個 就是這個二級菜單 重新來一次 如果你想按這個 你可以直接按這個 按這個 按這個C 就是Menu 就可以了 可以拌出這個畫面 所以 方便性 都是十分之有彈性 就是Keypad這個設計 十分之有彈性 就是比較符合人性化 再看看打開來的外觀就是這樣 現時這部Folder2 我們國行電訊已經開賣了 你想玩摺機的話 你想玩摺機的話 可以記得聯絡我們國行電訊扣擺 我們的電話和WhatsApp號 是9796-4328 再呼喚一次 是9796-4328 所以你想買這部機 記得聯絡我們購買 在這裡多謝大家支持 稍後我們會再出其他影片 記得留意我們的Facebook 多謝你們支持 再見